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汉武立的茂陵 这一排上去它一共是四个碑 前两个是一个是六几年的时候立的 一个是就是这个一八年的时候立的 但前两个只是一个文物类的那种碑文 这个就是六几年六一年的时候立的茂陵汉武帝刘彻之墓 像后边这个就立的年代比较远了 这个的话是青草青龙年间立的汉啸武帝茂陵 这个后边就是它的那个封土堆了 刘彻这个墓应该周围全部都已经封起来了 上不了零顶 我看它这边上有很多小路 应该是没封之前是都能上去了 这里虽然说是修整了 但是架不住这个草啊 东雀门遗址 这个就是雀门遗址了 东雀门遗址了 刘彻的陪葬墓现在留下来的就是 例如最近的就是李夫人墓 然后就是未清墓 获取病墓 现在收费的就是这个茂陵 然后就是获取病的墓了 在汉代的这个帝王墓中 汉武帝刘彻的这个陵墓 它是规模最大的 而且它的修的时间也是最长的 当时好像出土的这个陪葬品 也是最丰富的一个陵墓 那边那个应该是李夫人墓吧 汉武帝刘彻也是意识上 基本上可以和秦始皇相提并位 咱有筛略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皇帝 汉武帝当时在位的时候 汉帝国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鼎盛的一个时期 整个茂陵 咱们现在能看着的也就是东西的雀楼遗址 还有历朝修建的这个墓碑 这是整个汉武帝茂陵的这个图 这个地方是茂陵 这一排全部都是陪葬墓 这个地方是未清或去病的墓 然后就刚刚我们去的那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是李夫人的英明 然后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见 咱们下个视频